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曾经好几次上山剿匪 但都是没有成效 而且剧里还有着这样的一幕 那就是楚云飞也动过剿灭这伙土匪的心思 为了对付这些劫匪 楚云飞还决定动用全团的力量去攻打山寨 从这里我们能得知一个信息 那就是黑云寨里也不是善茶 不过这就存在一个问题了 李玉龙在为自己的好兄弟报仇时 紧紧只带了一个赢的兵力 并且在十几分钟的时间就解决了战斗 这是一种什么情况呢 首先李玉龙的大名就连土匪都非常的害怕 独立团虽然没有组建起来多少年 但是这个番号的名气实在太大 而且还消灭过不少的鬼子部队 特别是攻打平安县城那次 独立团简直就成了天神下凡 所以在近西北也都传开了 惹谁都千万别惹到李玉龙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 山猫子这次打死的是李玉龙的人 所以鉴于李玉龙是一个狠人 谢宝庆就算是吃了豹子的 也不敢和其发生冲突 正是因为害怕 所以黑云站的几百个土匪 连抵抗的心思都没有 其次李玉龙此次前来是有理的 而黑云站也知道自己犯了错 早在不久前 谢宝庆已经表明了态度 准备参加抗日 并接受新二团的改变 虽然正式的流程还没有走 但过不了几天 大家就能成为一家人了 但这个山猫子看到对方是八路 还敢上来抢东西 并且还直接打死了他 不管怎么说 这件事是黑云在不占里 所以自知李亏的土匪们 也没有抵抗的想法 所以这寨门很快就被打了进来 最后李玉龙这次带来的人马较多 而且战斗力要强上不少 且武器装备更为精良 独立团此时已经坐拥七千余人 并被划分成为八个营 所以李云龙此次带上山的人马 至少也有七百人以上 而且部队在不久之前 刚刚打了个大胜仗 所以战士们的士气也非常的高涨 另外独立团现在成了爆发户 什么样的武器都是应有尽有 我们最后看看黑云寨的这些土匪 完全就是一些乌合之众 没有经过正规的训练 抵挡住保安团的围剿兴许 还比较勉强 但是和李云龙这样的精锐部队来比 完全就是不值一提 而且孔杰当时提出 给黑云寨申请一个独立大队的编号 这也说明了 黑云寨顶多就算是一个营级单位 撑死也就三百多人 两者对比起来 黑云寨根本就没有剩的希望 所以也就直接放弃了抵抗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